我们刚刚学完的望静还原观 私信德 真正是大德了 是自信起的作用 第一德 随便妙用 我们都随便 但是用不妙 我们用错了 菩萨随缘妙用 妙用是什么呢 随一切众生的缘 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那叫妙用 那是佛菩萨 我们起心动念是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这就不妙了 这是我们应当向佛菩萨学习 那第二个呢 唯一有责 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在这个人间 我们要想帮助别人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要给世间人做最好的榜样 这个就是佛菩萨 这个就是神仙 如果我们表现的 这个形象不好 让人家学的坏榜样 那我们就错了 我们就有罪了 希望我们对社会 对大众有正面的影响 不要有负面 正面就是 把道德做出来 把因果报应做出来 把伦理做出来 这就好 这是正面的 如果我们要做 杀道淫妄 要做妄于免协 这就错了 大错就错了 那就要付英国责任 要付能力道德的责任 唯一有责 就是学为人私 行为是犯 我们的行为 能够给世间人 做好样子 第三个德 至直如火 至直是什么 至直是 我们中国人叫 诚意 真诚 内心真诚 外面表现出来是如火 你看 多个 十法界众生 做好样子 最后一句 待众生苦 我们到世间来干什么 你说 祝佛 早就成佛了 他到世间干什么 发生菩萨 早就成佛了 他来到世间 拜众生苦 都给我们做好样子 那会的 一生决定成就 像华严经末后 善才同志 五十三参 那就教给我们 怎样学华严 怎样入华严境界 五十三位 伏菩萨 视线 在我们世界 我们一看 那就是现在所讲的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全是佛菩萨 在表演 华严经的修学 善才给我们 做了一个榜样 学人 就是学生 就一个人 我自己 我自己以外的 都是善友 善友就是善知识 我们中国人 习惯下老师 一切众生 都是我的老师 他在我们面前表演 他表演善 提醒我们 我有没有 有 好好保持 没有 赶快学 他要是表演我的呢 那我们就反省 我有没有 由这改之 没有呢 没有免利自己 不能犯他 那个过错 你看 善人 卧人 正面表演 负面表演 统统是 帮助我的 统统是 提升我的 你要懂得 这个道理 你永远生活 在感恩的世界 那怎么会不成佛呢 那对于 顺境 善云 不齐贪恋 能放得下 对于逆境 卧云 没有成会 永远 兴品 其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